好 各位观众 带你来关心到卓西部落土石崩落的第一现场 那么当时居民表示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有土石摊坊 并且是带着滚滚的泥流往下流 那么现在我们所站的位置呢原本是居民家的前院 那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土石堆积已经堆到了这样的高度 几乎是要接近屋檐了 而且部分的这个屋子呢已经是被埋在土石之下了 那么居民表示呢当时第一时间发现准备要土石崩落的时候呢 是相当的惊恐害怕的 我们来听听居民的说法 但是那时候是早上五点多 我就跑打开我的工作室 我就看到那个水锅 从水锅满上来就淹没了 赶快到屋子搬离自己的东西 还有电器 但是都没有想很多 就直接跑出去 跑出去的时候都是淹水 都是水居民都撤离 大家都撤离看到他们的家也还好 看到他们都有些 大哥他们就在火车 在那个车子 在有些居民老弱妇产的 送到左西乡公所 那我们只能等待救援 那里面的土石现在的高度大概是原本放什么东西的地方 原本都是我的美法工作室 还有一些动物都在里面 还有那个我的猫 不知道四生四死 今天早上看了 觉得他应该是很渺茫 我真的心里很难过 我们也听到居民表示非常非常难过自己的家园变成这样 那么后续要来恢复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艰辛 那么看到自己辛苦打造的工作室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也让居民是相当的痛苦相当的难受 那么现在在他们家的状况呢 不只是这个工作室这边 可以看到他们家的钱院这边是也是堆满了大量的土石 包含他们的机车以及汽车也都是受害 机车已经倒在底下被埋掉了半台 那么在这个汽车呢 也是严重的受损被埋在这个土石之下 那么现在家门要进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现在要回家拿东西想要来救自己家里心爱的宠物 都有相当大的困难 也让居民是心里相当的难受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最近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台风康瑞昨天登陆台东地区 其中造成农民非常多的灾损 包含您看到我现在守在的香蕉园 现在呢本来已经快要收成了 结果全部化为乌有 你带我看你的香蕉园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损失 现在香蕉大部分已经都折断了 没有折断叶子也都往下熬 已经没有办法行光的作用了 所以基本上我的香蕉大概就是要肺炎了 我们看一下 你是不是本来是有给它做一些加固的 保护的 这个株子你看都已经折断了 这个已经从土面上折断了 这个台风太大了 跟好比尼泊特 真的哦 你说昨天晚上我们看一下 昨天晚上是怎么样的风雨 把你的香蕉园摧毁成这样 我昨天一整天到晚上回南 十几个小时 基本上已经这个 农作物高的已经都没有用了 你说形容一下那个风雨病病 这个好像在轰炸一样 轰炸 一阵一阵一阵很大很大很大这样 风加雨都很大 了解好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刚刚了解到 您看到这个香蕉呢 它其实大概在明年过年的时候 它就会完全成熟 可以采收 但你看到 它现在还没有到成熟的状态 就已经全部被摧毁 现在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任何方式来催熟 也就是说农民的心血 全部现在都白费了 而且初估现在损失就有超过20万元 现在真的是非常无奈 这台风来袭 造成现在损失相当惨重 好 以上为您掌握最新 再把时间交换给台北棚内 好 没错 跨液台风呢 威力相当的惊远 事实上呢 在我们现在在哪边 就在宜来 延山乡的西周路 能不能看到在我们最后的 这一种桶马路呢 现在还是一样出现 积淹水的状况 就是水还没溃 不过我们往一左边看 你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啊 看起来水是逐渐在消费当中 不过 因为现在是整个淹水的范围太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阵前方的马路呢 还是一样有出现积淹水的灾情 不过如果 大家有锁定东西 就知道 昨天这边淹水最高的地方 其实是超过 这几个地方的布兰 所以其他的淹水 他们说最深的地方 大概接近到胸部的一个位置 问题也可以看到 我骑过去啊 像是台湾台风先前 清洗的时候 这边也曾淹过水 这回他们特别呢 是把一整个大海水溝旁边 都堆满了沙包 不过还是挡不住 这个康瑞台风带来的降雨 当然在这个地方就出现 严重的这个激烟水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呢 相关原因他们也说了 这样的一个激烟水的话 预计在上午就会逐渐的消退 不过呢 其实在这一整条的马路当中 其实有好几户 甚至还有民宿 那当然他们也是苦不开言 那这也是目前我们在 宜蘭总共到的这种状况 再把闲银镜头 交还台北方面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台东在昨天一整天 都在这个墙台 在康瑞台风的笼罩情况底下 就在影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在池上香 静安路的地下道 就严重淹水 水的深度大概是淹到腰部左右 也像你画面上看到 有一辆小黄完全泡在水中 而第一时间警方货报 赶到现场 发现有一名男子 就一直站在计程车旁边 不愿离开 原来他就是车主 陈姓计程车驾驶 因为他当天下午赶着要回家 结果呢 就穿越了这个 淹水地下道被受困在当中 由于这计程车 是他的身材工具 让他第一时间呆在现场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警方在现场呢 是立刻劝他 应该要赶紧回家 等水退了之后再来处理 最后也在警方护送之下呢 是平安抵达家中 但是这淹水情况 确实相当严重 因为池上 在昨天 一整天累积到今天的降雨量 已经达到了401毫米 而这强大的雨量 也让多处淹水 处处都传出了灾情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就来给棚内主播 好 各位观众 现在我在的位置呢 就是高雄六龟的六龟大潮旁边 可以看到呢 我旁边的老龙溪呢 是已经呈现了一个暴涨的状况喔 整个滚滚泥水呢 是这样子倾泻而下 看起来是相当的惊人喔 因为很难想像呢 这个如果是人 或者是动物掉下去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会变成这样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康卫台风 昨天从云林麦寮出海之后呢 它的西南气流是一路顺着 南部的平原向上来到的 这个高雄南部的山区这边 因此整个雨都是集中在 高雄南部这边喔 整个雨下下来之后 其实昨天晚上 如果是高雄或是南部的民众呢 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这个雨是在晚上的时候 变得比早上还要强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康卫台风 它的暴风半径在侵袭台湾的时候呢 在南部地区这边是 刚好有中央三妹阻挡的 不过它出海之后 这个西南气流是一路 从南部的平原上来 是没有阻挡雾的 因此所有的雨都是集中在 晚上跟南部的 也因此现在的脑龙漆 才会呈现一个暴涨状况 以上也是我们在现场 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直播 录下影片似乎还余悸犹存 艺人季晓军在脸书上 PO出了康瑞台风的清晰惨况 只见位于台东的家门外 风雨交加 镜头转到右边 路数已经被吹断 重重压在摩托车上 恰恰就是季晓军的车辆 原本停放的位置 不止台东灾情惨 大台北地区同样风雨强劲 只见一人历经的家中 大片的窗户被狂风吹破 玻璃碎裂一地相当惊险 让他吓得喊救命 镜头再转到台北街头 只见大风一吹 雨伞整个开花 网红卡特也在社群上 PO出自己的狼狈影片 风大到卡特的眼睛 几乎都要装不开 话也说不出来 头发飘啊飘 相当狼狈 康瑞台风的强烈威力 全台各地都感受到了 昨天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 好的 主播 康瑞台风其实已经过了 但是全台各地 多数地区在恢复上班上 特的今天早上 不少通勤族出门 都会看到昨天晚间 强风过后的一个惨况 特别就是在北台湾 昨天晚间的风力相当惊人 在基隆的光二路游局 也就是在成功一路和光二路口 这邮局的话 我们看到的 这邮局的招牌 有一大片都已经被吹落了 这吹落的招牌呢 是直接砸到了 人行道上头 而附近还好 当时其实没有人员经过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车辆 都是今天早上准备 要去上班上课的人 其实都见到了 这样的一个景况 那么其实基隆 昨天在晚间 八点多的时候 瞬间阵风 一度是达到13级 这强劲的风势 当然让招牌 完全抵挡不住 康瑞的风力 就整片被吹落了 那后续相关单位 也会来进行处理 要把这掉落的招牌移除 尽快恢复 能够让行人 同行的情况 以上是我们找到 这些情形 时间还给棚内祝福 大量路数倒塌 一辆灰色轿车 直接被压在树下 玻璃完全碎裂 车顶凹陷变形 好几棵路数被强风吹到 连根拔起 直接倒向道路 双向车道变成胆响 车辆只能互相离让 轮流通过 没有红绿灯 就可以直接走 对吗 基隆安乐区 不少交通耗制故障 车辆只能减速慢行通过 但因为上班上课时间 车流量大 也因此造成塞车回度 而在东光路 路数倒塌 土石松洞 直接挡住双向道路 无法通行 目前工程人员 已经前往现场 进行排除 尽快抢通 东正新闻 旅国报 基隆报道 主播 今天在基隆的东光路 清晨四点左右 这颗五十多年的老树 突然请到 由于树木的质感 相当的大 刚好横跨 在东光路上 造成了双边 无法通行 而清国手一走 就派出两名人 用徒手的方式 先将人性道部分的树木 排除 先给行人通过 接下来会联络厂商 再排除现场的状况 不过因为这颗五十几年的老树 风落至路面 挡住这条往来深奥坑地区的 重要道路 也让当地的里长担心 会影响上班上课的通勤时间 而目前是里长 先拿手持式的电锯 先将这颗树木 可以清理的部分的树木 树干先锯断 然后再由区工所的人员 联络厂商之后 再将剩下的树木缠枝 然后继续尽快清除 以然后绑这个 让那个交通能够顺利的通行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主播 好了主播给观众 记者现在呢 是在昨天 严寿街铁皮掉落的最新现场 这里呢 也是空军眷村的慈恩七村 因为呢 当时有非常多的车辆 它是停在这个街道的两旁 所以呢 这个铁皮当时砸下来的时候 是直接砸中了非常多辆的轿车 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呢 其实在昨天第一时间 就已经有赶到现场 来关心爱车的状况 我们也观察到 有许多的车主 他们在今天一早还是不放心 也因此呢 来赶紧查看说 这个爱车的情形 有没有办法呢 把车移出来 但是呢 因为昨天 虽然市府有紧急派员来处理了 但这些铁皮呢 还没有清完 所以这些车辆 都还是被卡住的状态 没有办法清除 我们也来听一段稍早车主的访问 铁皮掉下来呢 不只是砸到非常多车主的车辆 也挡住了住户的通行 我们也观察到 因为其实呢 在今天早上正常上班上课 所以呢 有许多的住户都准备要出门 不过呢 有许多的机车 他都是被这个 在铁皮的下方 所以呢 早上的时候 我们也观察到 有车主 他是小心翼翼的 把机车移出来 才能够来去上班上课 现在呢 市府也说 将在上午八点的时候 来开始做这个 清除铁皮的作业 附近住户呢 只希望赶紧 把这些铁皮给清除 让他们恢复 这个街道的正常通行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明察大楼外只见两台冷气室外机 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会砸下来 相当吓人 而外头也紧急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避免波及到其他民众 这里是新北市新店区 经过康瑞台风一整天的肆虐 冷气室外机竟然被吹落 一整串卡在外墙上面 吓坏了住户 有两个年轻人骑摩车 刚过没两分钟就叫下来 31号晚上八点钟左右 一次是因为风太大了 冷气室外机才会被吹翻 在外墙摇摇欲坠 而住户也回忆 当下只能紧张的问怎么办 打给警察又打给消防局 却只能先拉起封锁线 让他们担心的睡不着觉 只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介入处理 别让避风港成为危险的所在 昨日新闻 廖峰强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